大家好,水蒸蛋到底用凉水还是热水? 用多少水合适,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? 接下来给你分享详细的做法,让你看一遍就能学会。 首先准备三个清洗干净的母鸡蛋。 取一个鸡蛋用铁勺子把它敲破。 敲破后用手扣出一个小洞,只要能倒出鸡蛋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鸡蛋倒入碗中。 把另外两个鸡蛋也打入碗中。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充分的搅散。 我们一定要多搅拌一会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才不会成块。 最后搅拌至细腻顺滑,没有凝固的鸡蛋液就可以了。 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蒸鸡蛋要加多少水合适。 今天我就用这个蛋壳来衡量。 三个鸡蛋加入六蛋壳的水,这样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比1.5。 我们要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更滑嫩。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盐入底味。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我们在蒸鸡蛋的时候,一定要放一点盐。 因为食盐有快速凝固蛋白质的作用,可以让鸡蛋快速地定型。 一定要让鸡蛋和水充分地融合在一起。 如果搅拌得不够均匀,蒸出来的鸡蛋也会有蜂窝。 搅拌均匀后,再用细漏勺给它过滤一下,把里面没有打散的鸡蛋液和骨头都过滤出来。 再用勺子把表面的气泡都撇出来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表面才会光滑。 再盖上保鲜膜,防止水蒸气滴落在里面。 再扎上几个小孔方便透气。 接下来把蒸锅中的水烧开,然后转小火,把准备好的鸡蛋液放入蒸锅中。 盖上盖子,开小火给它蒸十分钟。 如果火开得太大,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蜂窝。 蒸好后先给它们五分钟,然后打开盖子,给它取出来。 看一下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表面很光滑,非常的Q弹。 然后用小刀横竖划上几刀,这样比较方便食用。 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淋入少许的小墨香油,适量的生抽。 最后撒上迷人的小葱花点缀一下。 这样一道非常嫩滑的水蒸蛋就做好了,滑嫩Q弹,鲜香好吃,没有一点蜂窝。 清淡又营养,很适合老人和孩子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出去,感谢您的支持。